阴景弯曲矫正 我们一般情况下常用的方法 包括了补片的白膜修补术 以及白膜折叠术 这两者的话 其实大家并不一定非常清楚他们手术怎么做的 但是如果大家非常想了解术后的注意事项 可以看完这个视频 一般情况下 在白膜的手术做完以后 我们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让白膜去进行一个修整 因为白膜是覆盖在阴尿海绵体外的 非常质韧的一层组织 它的厚度是比较厚的 那么也好像一层比较厚的组织能够长好 那么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期间 那么有些时候还会出现薄洗后的这种疼痛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以后 这种疼痛的缓解程度就比较好了 那么要想恢复同房 可能一般情况下在一半个月到两月左右 那么恢复同房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恢复同房是没有问题的